那你們會聊什麼深夜話題嗎 因為那個是打XX 有一次我問說 欸你在幹嘛 他就傳到一張大XX的照片來 變態嗎 穿什麼衰睡覺 大家都說他不穿 問到了 今天就要來問問看女生 喜歡怎麼樣的深夜話題 是 我跟同學 那就直接問 你幹嘛害羞啦 他害羞我就幫你問 你現在還有女朋友嗎 有 不用害羞了 他有女朋友了 跟你女朋友是怎麼認識 就是在學校 然後有 萊爾夫 然後裡面認識 在萊爾夫可以認識同學 那邊就是有看到對方 然後回家的時候 他找到我的IG 太強了吧 人帥真好 從來沒有人來說我IG 我的IG現在都沒人訂閱 朋友吧 或者網路吧 網路交友還是 要聊一陣子吧 好像兩三個禮拜吧 可是我覺得很多網路交友 都可能 聊一兩天 對方就要找你出去 我沒辦法 現在是單身嗎 不是 當時是怎麼認識 現在的男朋友 交友軟體 欸 那是什麼契機 讓你們願意出來 出去吃個飯 我是說可以啊 那可以跟大家整個 喔 你的IG嗎 底線 E-M-I-L-Y 你現在單身嗎 單身 那有沒有經驗 交往過經驗 有啊 還是有 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朋友介紹啊 還是一些 交友軟體 同學 你現在單身嗎 呃 對 我現在單身 喔 那你有教過幾個 有教過幾個 八個 不 說 那他們都是怎麼認識的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都認識 我 教女朋友全部都是亞洲人 我會想要就是 參加活動 因為我覺得我 很會看人 你才有幾歲 三十 嗎 你真的很會看人耶 對我三十啊 對我三十 好扯喔 像幾歲 十八歲 哇塞 同學大學生 這樣出來 就這麼社會 這樣不通啊 你現在 單身嗎 沒有單身 那你去媽媽 手這樣子 你知道嗎 對然後 假設一下 好謝謝 掰掰 你跟你這個男朋友 現在是怎麼認識 我們是玩交友軟體認識 在一起多久 一年半 玩為什麼交友軟體 我之前是玩Tinder 現在是玩Single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掰掰 那你有的IG嗎 IG叫 生理0.0 認識到一個男生 三派 三派 打字派 打字派 電話派 電話派 視訊派 視訊派 哪一個 我是打字派 為什麼 為什麼 語音跟視訊 還是有點怕怕 如果一開始就 用這方式的話 請問你在你的IG 我IG是 MIN0926 打字比較多 為什麼 還是會 害羞因為你不認識嗎 打字 我應該打字 聽到聲音很奇怪啊 怕會尷尬 因為我們之前是遠距離 然後我在台北還有台狀 我們會20小時 開著私訊電話 這麼甜蜜 20小時開著耶 搞不好他哪邊有知道 剛好預錄 今天一整天的影片 然後放在那邊 只有你會想到這個問題 導致比較少 就是 通常打電話比較方便 打電話對不對 對 打字是不是很累 手指是不是超酸 你閉嘴我為什麼要用打字 其實你們是想要 一心二用 可以做其他事情 不是啦 沒有啦 那你們會聊什麼 深夜話題嗎 會幹話一下 就比如說 那他們會回嗎 他們會說 我這跟誰 然後有一些女生 知道我不可能會有發展的 就會說 上一個怎樣怎樣 上一個多怎樣怎樣 你會怎麼問 我會用比較幹話的方式 就是不會讓他們覺得壓力很大 深夜就是聊心事啊 夜深人靜 最 多愁善感的時候 一模一樣耶 多愁善感 之前有用過一款App 叫做 速約 它可以幹嘛 我覺得它 比較特別是有一款 舉辦活動的功能 我就有用私聊 語氣上就會不一樣 我覺得晚上 比較可以有撒嬌的感覺吧 因為Single它有一個功能 會比較像是IG 可以PO個文 那上次有看到對方是說 因為最近天冷 然後想抱著心愛的人睡覺 那覺得蠻有趣的 就開始跟他聊天 然後咧有聊嗎 有問他就是 穿什麼睡一睡覺 等一下 他回想 他回想 大家都說他 不穿 問到了 不是啦 就是因為他最近天冷 那就可能把隔天要穿出去的衣服 穿著睡覺 不是沒有穿 爛鬥 就如果 對那個男生蠻有意思的話 就聊什麼都可以 怎麼這麼大 聊什麼都可以 這樣收到神業話題的話 就是有一次我問說 欸你在幹嘛 他就傳了一張大X的照片來 變態嗎 結果不是啊 喔喔不是不是 結果不是 我只是很喜歡健身 很大肌肉 你看完之後就覺得 蠻好看的 什麼 DJI你最近 我要把你的手機拿出來看一下 約女生出來的時候 嗯 你都是怎麼約的 要不要出來吃飯這樣子 他喜歡的那一款的 就直接問的喔 你來問他說那你想去哪裡 OK啊 就是 好啊 好啊 要看喔 我真的很喜歡的話 我很懂的 那你會用什麼方式約他出去 像我之前就提到那個 舉辦活動的功能 對然後就用過一個 看電影 然後就真的 有人跟我約出去了 你除了玩這個 還有玩其他的 比較有軟體 還有用過一款 叫Yumi的 我後來就沒有玩 因為他對我來說 尺度有點太大 啊就是裡面競爭比較激烈啦 懂嗎 就是有 如果真的聊得來的話 我會約他出來 可能看個電影 喝個咖啡 聊個天 你是屬於別人主動問你 還是你會去問別人 我會主動 畢竟是男生嘛 對啊 對啊 然後當然一定是約看電影 為什麼都要約看電影 就感覺如果今天他講了一個 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會比較想要去看彩彩 要加油養一隻彩犬 我沒辦法 不好意思 我是行動派的 所以我可能是比較接受 聊兩三天OK 就可以出來看一下 不行就是直接打住 我應該是屬於要聊兩三個禮拜吧 因為我怕出來很尬聊 就出來 你好你好 這樣可以尬 我覺得熟一點會比較好 我有遇過很瞎的男生就是 什麼去大家看毛孟空翻什麼的 而且重點是 那個男孩騙到女的 還有一招最近新的 就是你要不要來我家看Net Press 然後那個看一看就 今天問完了男男女女 接下來你有什麼感想 就是有一點刷新我的三觀這樣 以為通常都是大家會喜歡通話嘛 視訊嘛 就可以拉近彼此的距離 對 讓我蠻敢出現的是 我一直以為大家男生 看到這個主題的時候 就會開始裡面講說什麼 喔晚上深夜的時候 當然是這樣 三圍啊 喜歡 睡覺有沒有喜歡穿衣服啊 這種的 反正沒有 聊天的時候我很喜歡 我跟人家安心 心碰碰的跳 單獨出門 這樣會勾著手還是什麼的 他就說 我對其他朋友也是這樣 欸那這個女生不行耶 他為我吃 他為我餵我 接種啊 然後就直接一起自己接觸 自己感覺啊 我跟兩個女生都有自己接觸 不是吧 你很誇張欸 不是我說舉例 這個女生對我是有感覺 可是另外一個女生就是玩玩的 就是很明顯的一個人量 比較高 因為人量會比較低 我不算是一個主動的 對方要對我自出善意的感覺 我欺善意這樣子 她是一個學姐 分手不久 然後就打電話給她 噢 成績了 這個插入點 這個插入點很不錯 沒有再舉手下去 是不是一個人沒主動 還是所有其實自己也感受到 應該是一個人沒有主動 是不是 所以是有可能發展的 問到本集重點 比較少為什麼沒有主動 想要再認識久一點 還是再認識多一點女生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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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一個學長有在一起 那個學長其實過年很嚴重 然後他是偷偷出來的 學姐是在養魚 真的打妹 真的打妹 有的可能真的就是覺得沒什麼 然後有的可能就會想要有魚吃 我覺得很多女生都會對 希望身邊很多男生圍繞著她吧 就可以自己很厲害 對 每天陪我坐捷運回宿舍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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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吵架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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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來有主導權 但是變成你也有主導權 不是有一件拯救感了 對不對 是不是 這個就是閨房情趣吧 他是Playboy 不是啦 純情小男生 你剛剛這樣講到就不純情耶 大多數都不會有結果 真的假的 可是我覺得 以他的型感覺是會有結果的耶 我暈了 單獨出門 這樣會勾著手還是什麼的 這樣是男生啊 這有點像男朋友的感覺 突然有告白嗎 然後就失敗了 他就說 我對其他朋友也是這樣子 天啊 那這個女生不行耶 他如果沒什麼企圖 他應該會去抓女生 除非在場都是男生 真的把他當成兄弟 他們關係已經 好到可以 構建搭配 可能就是我等一下有事情 要找他做吧 可能是要看女生自己的個性 是不是在釣魚 或者是對他真的有感覺 女生可能吃不下 那你就說那你幫我吃 真的吃不完 因為我就會這樣 有的男生他自己也會問說 你這個不要吃 你們會主動遞給自己 有好感的男生吃嗎 有喜歡的話可能會 或是朋友的話也會 對 我會說 我會怕那個女生 不怕那個女生 只會不怕那個女生 可愛 好嗎 很難辨 是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